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如果我们今天可以来一场台版的海岸村之旅 感觉就很疗愈 很浪漫 没错 那今天我们就来一场台版的海岸村之旅 请大家来推荐到底有哪些小渔村 值得我们慢慢的来品尝一下 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来宾 首先第一位就是我们的资深导游小胖哥 大家好 再来是我们的旅游作家艾瑞克 哈喽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旅游达人图姐 嗨 以及我们的旅游达人杰飞亚娃小芳姐 嗨 大家好 好 提到了去渔港逛逛 过去大家印象中都往这种大型的观光渔港去走一走 但今天我们不要去人挤人 我们要挑的就是这种淳朴的小渔村 听听当地的故事 品尝当地的海鲜 还有看看当地的风景 就请达人来推荐 来电视墙来看到 我们今天列出来了五个特色的小渔村 那我们就先从第一个看起好了 先从离我最近的台东奇渔的故乡 到底要去哪里呢 来看到就是台东的成功渔港 艾瑞克 成功这个渔港其实不大 但知名度很高 其实成功渔港为什么这么有名 因为它是在东台湾是这个渔港里面 知名度最高 渔获最丰富 而且也算是最大的渔港之一 所以我近期又去了一趟成功渔港 又称为新港渔港 我就发现说它有其实很多就是很值得细细去品味的故事 那这边产的鱼大家都知道最有名就是旗鱼 大概就是可能有鬼头刀 像我上次去这个渔业大楼的时候 刚好看到他们在那个批货你知道吗 就是搞渔获回来的时候 整个这个渔市场铺满一条都是那种大型的海洋鱼 你看这样一字排开 鲨鱼 鬼头刀 然后鳍鱼 通通都有 非常壮观 那如果大家想要买渔获的话 其实如果你趁他们就是刚回来的时候 大概中午的时候 有时候会碰巧看到他们在拍卖的状况 那也很特别 记得我以前有介绍过这个基隆的卡玛丁 有特殊的叫法吗 这边其实我更是物理看话我看不懂 笑的又更听不懂了 这边他们拍卖渔获真的是非常非常专业 其实都是当地的店家或是外地来的店家在那边看 所以他们都是用 也是一样你会听到他们喊价 就一百 两百 三百 五百 这样子喊 但是你看不懂 他们就是都会确认过眼神 就互相的眼神都非常的锐利 就是对到眼 好 然后就是买了 或是他们就会在那边游鱼 就是很有趣 非常有趣 当然如果你想要买小只的鱼 可能说一般的家庭想要买鱼 也是有 但是大部分都是这种拍卖大型鱼为主 那再来就是要讲到成功 这个钓鱼捕鱼的方式 是非常的特别 这已经算是全世界独一无二 什么样的特别 台湾也很少很少看到的就是鱼鱼法 鱼鱼法 他们其余是用鱼的 这个鱼吗 我跟你们大家说 其实它就像我们看电影里面的海神 三叉有没有 还有那个水行侠有没有 拿着很长的叉子 三叉头这样子 然后它其实是一个很专注 靠专注 一种力量的美学的一个钓鱼的方式 他们是这样眼观八方 然后在这个浪上面看到鱼鱼出现的时候 太厉害了 他们就用镖子 射过去 射过去 然后如果没有中的话 副镖手就要第二个马上再射 一阵一阵这样子 所以它是一个真的是人跟大海 还有鱼鱼的一个 对一个抗力赛你知道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酷的 然后当然说这个也不是平常我们可以看得到 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 其实他们也有提供那种就是可以去看的体验 所以观光课可以看得到实际在标吗 可以可以 就是很少数会有让观光课去看的 难得的经验 但是如果也没有关系 我很推荐大家去这个就是成功故事馆 在成功小镇这边有一个成功故事馆 里面就介绍所有跟成功鱼港相关的历史 然后跟就是标语的方式 而且里面还有很大支的那种奇遇的模型 你可以摸着它然后可以祈福 对 祈福 对 祈福 祈福的一个仪式 所以我觉得非常有特色 其实台东的成功知名度很高 可能很多人都有经过 但是真的是吃个海鲜就走掉了 如果你更有认识当地这特有的标语的方式 其实真的在这里 可是好好的慢慢来品尝一下 没错 以前吃起鱼的时候都不知道它有这个故事 标语的这个故事 这么厉害 下次要吃起鱼的时候要好好珍惜一下 那我们来到这个成功的这个小渔村 要体验一下这个在地的文化 就想问一下图姐 其他周边有什么景点 也可以这样体验深度的文化吗 其实我觉得成功这边是真的是很适合大家 可以好好的漫下来 漫漫游 那附近有几个地方 我觉得都算是蛮有故事 然后也有一些聚落的 那首先呢 在这个台东东部的这个地方 其实就是有阿美族 所以这里呢就有一弯部落 也有比奇里岸部落 这两个地方其实都是阿美族的部落 这样子 那比较特别一点的是在一弯部落这边 很多人慕名而来的地方其实是有一个叫做卡片教堂的 对啊 可是为什么叫卡片教堂呢 其他以前不是这样子 大家想像以前在东部的时候 早期资源比较没有那么丰厚 所以其实教堂是随意有什么样子的旧地取材的材料 就把它搭建搭一搭 没想到后来因为风灾的关系 所以在1974年的时候他们就决定要来重建 那他们那时候就想说 好啦 那我这个建筑是要设计的时候 应该要设计一个什么样子的教堂呢 他们就想到 因为以前这个神父他们来到这里的时候 会收到很多的圣诞节卡片 所以圣诞节卡片的时候都会有画有 他们在外面比如说哥德式教堂的样子 他说哇 教堂应该就是要这样 那不然我们就来建一个这样子的感觉吧 可是如果你仔细去到当地 你一看就会发现 他只是做了一个装饰墙 在原本建筑的前面 然后他们就问他说 怎么会只有建筑墙面后面没有照着键 他说因为收到的卡片都是平面的 不知道后面怎么建 不知道后面该怎么继续延伸 就超级可爱 所以他上面是这个哥德式的尖顶 可是有圆拱的门 蛮幽默 对 很幽默 可是你就可以看得出成功他们这边的人 其实就是很淳朴 然后很可爱的这些小细节这样 那另外两个也是在这边 非常知名的景点 其实我觉得都可以花个大概两三个小时的时间 比如说像是三仙台 一般人的话都会在旁边看而已 那我很建议大家 像我那个时候去到三仙台 是看完日出 你大概花个一到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可以走过这个跨海的离岸 走过这个桥 走过那个桥到那边 对岸那里还有一个灯塔 对 纯白色的 所以也可以在那边拍拍照片 走到最底的地方这样 那另外一个就是现在非常知名的网美打卡景点 也就是独立的海滩 可以拍出很漂亮的天空之景 所以其实走下来 虽然成功云岛这边很淳朴 可是有很多很值得大家可以看的故事 但是我们刚刚提到啊 在这里呢有很多的渔获 包括了旗鱼 我们到现在都还没吃到耶 提到吃的就要跟着小胖哥啦 来来来小胖哥 刚刚我还没吃得到呢 我们吃什么呢 其实我要推荐这一家 比较特别 尤其在成功 那这一家 炸鬼头刀 对 我跟你讲 外酥内嫩 因为鬼头刀鱼鱼很细很细 它很麻烦就是说 你假如说按照一般我们知道 要去去鱼鱼 我跟你讲你怎么去就去不掉 不好处理 不好处理 人家是整块鱼皮拿掉 好 那鱼皮拿下来以后呢 鱼肉就被一整块 他把它吃一整条状 我跟你讲最厉害的是 因为它的食材清新鲜 早上抓的 那种东西都很简单的调味 产地吃起来就是 对 我跟你讲我本来说 去吃的不是跟鱼麦甘酥鱼一样吗 不是要拿胡椒粉那个 一公片你吃吃看 就这样就好了 原味的 超甜 我跟你讲那个 你外面酥酥的咬下去以后 里面的鱼肉会喷汁 我跟那个汁还会锁在里面以后 再加上旁边不管你有啤酒 或红茶 这一般下去我跟你讲 消暑 一百块 来到那六条 一份一百块就对了 一份一百块 那我跟你讲你拿了以后 旁边你会做下去以后 你发现还没出到门口 诶 怎么吃完啊 吃完啊 做到再回去 再回去 真的真的 所以这个厉害啦 你平常咸酥鸡肉吃多了 但是来到了成功渔港 这个炸鬼头刀的部分就不要错过 而且这算是一个道地的小吃 可以拿着就走了 没错 如果在渔港旁边然后这样子吃小吃啊 花之丸啊 然后吃鬼头刀啊 对 很舒服 然后吹海风 很海味 不过如果我们今天带长辈来的话 这样有一点太累了啦 所以也要帮那个长辈一下 就是问一下图杰说 这边可不可以找一间餐厅 是可以坐下来好好吃个饭的 这间我觉得真的是在成功渔港这里啊 我自己发现的时候非常非常意外 首先你看到它的时候 它是一栋独动的 独动的餐厅 很像是大家看到那种田间里面的民宿的那一种感觉 因为它外表是用就是水泥的方式 有一点点类似像清水模的概念 但不只是外观而已 走进去大家一看 你就是一面吃饭一面看海景 舒服耶 非常舒服 它是大片的落地窗 而且就是大家一直说的渔港海景第一排 它真的就是在渔市的旁边走路就到而已 既然离这个渔市这么近 当然它的渔获就最新鲜的 刚刚讲到了嘛 这个飙完之后 OK我立刻 鲤鱼直接送到这 没错 鲤鱼就直接送到这边来进行处理 那它们有一些它们自己独创的一些菜色 除了比如说像一般大家会吃到的鲤鱼味噌汤 里面有满满的鲤鱼豆腐 除此之外有两道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就是它们的酱烧的这个鲤鱼排 用酱烧的方式 用酱烧 因为很多人鲤鱼排的时候 大家都会用煎的比较多 或是烤的 所以会稍微比较柴一点点 那它们使用酱烧的方式 可是那个酱料又不是用那种很稠很咸的酱油 我觉得是稍微比较日式一点点的做法 所以吃起来的时候会让你觉得 这个鲤鱼的味道其实是很多汁的 但同时之间也非常的下饭 然后第二个我要推荐的 是我个人私心很爱的叫做黑糖鲤鱼 黑糖 对 吃起来怎么感觉 因为其实它们 对 它听起来会觉得有点乖乖 想说鱼可以用它不是甜点 它有一点点类似像那种酸甜的味道 对酸甜酱 所以吃进去的时候 它是有一点稠稠咯咯的感觉 所以当你夹起来一片鲤鱼的时候 它很像那种起司会开心 所以它是把黑糖煮到有一点点焦化的感觉 所以让大家知道就是鲤鱼排 尤其是到鲤鱼的骨头的时候 可能它的肉已经没有那么多 很像是大家平常在啃排骨的那种感觉 所以你会把整块鲤鱼排夹起来之后 沾上那个格格的黑糖酱汁 吃进去甜甜鲜鲜 然后你还会在那边很爽脆的在那边啃鱼排 非常好吃 这是我到目前为止吧 全台湾应该就只有他们这边在做 是非常非常特色 而且招牌的料理 你知道吗 这一家店也是我们金探号来宾讲过之后 我们上次全家环岛特别去吃 包括了郭台铭都去吃过一家店 它里面有前面有个停车场 不过因为人蛮多的 所以停车场的位置常常都会客满 所以其实过去我们到成功 很多人都是一日来回 我觉得有点可惜 因为景点很多 然后如果还有这种特色的标语的方法 真的值得好好的两天一夜 或者三天两夜把它停留下来 那我就问一下小方 我们如果找个住的地方来漫游的话 推荐住哪里呢 其实你来到台东 你一定要尽情享受台湾的海洋景致 对不对 台东 那所以我要推荐一个地方 这里拥有美丽的海岸线 那是远离承销的一个好地方 那我们先看它的位置是在哪里 它就在台东东河镇 对 东河镇 那再来我们就看一下它的外观 是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张照片 很美耶 你会在一片漸层绿里 发现一栋清水模的建筑 就是清水模 对 那这个清水模的建筑 它最主要表达的就是 你是拥抱这个大自然 非常低调的民宿 但与其说是民宿 我觉得它更像庄园 因为它不但在前面布置了很多 我们讲的大量的扩驗林植物之类的 然后一大片草坪 还有小小的荡秋千 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很好 reliance的一个地方 最主要房间的设计 首先看这一张照片 其实它也是延续清水模的概念 加上不同木质的这些设计 你会发现贴在墙壁的 或是地板上的木质 你都会不一样的 长方形 正方形通通都有 对 那虽然简单 可是它所有现代化设备都有的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最主要它只有五间房 房间数不足 对 单人房 双人房 三人房 四人房都有 所以非常的抢手 而且它的备品 它的卫浴设备也是很新颖的 有人觉得 你住在那种偏远的地方好像怎么样 没有 它的卫浴设备 就像我刚刚讲是用现代化的科技的感觉 那大家一定会想说这样子 真的很难订 很难订 很抢手 一个晚上会不会很贵 来来来来 在我们周间的一个房价 其实真的还好 其实还好 周间价格三千五左右 而且望着这无价的太平洋 这第一个就是艾瑞克 带我们到了成功新港渔港 看到这可能是世界上 瘦果仅存的标语的技术之外 成功小镇也走一走 这个渔村有种 感觉想要立刻出发 没错 那第二个渔村有没有更厉害呢 来第二个渔村我们换小方推荐 要带我们去哪里呢 我要带大家去一个非常传统的渔村 你可以感受陶海人的热情 但是你一个转身 怎么样 你居然看到圣托里尼的异国风情 哎呦 又有传统的陶海人风情 又有异国的风光 仿佛置身在希腊 到底是哪里 休息一下